不知道你有沒有曾經也夢想過 使用中片幅的相機來拍攝 我曾經有 但在底片的時代 每一張照片都非常的昂貴 一卷底片在中片幅的情況下 可能拍個12張左右 那每一卷都是淺 所以在底片的時代 我無緣踏入中片幅的世界 到數位時代 中片幅的機身依然昂貴 無論是數位機背 或是我們看像像Fast One 像哈蘇這類的機子 這些價格都讓人難以接近 在2017年的時候 富士推出了第一款 讓我們負擔了起的中片幅相機 那就是當時轟動的GFX50S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都OK的 我都OK的什麼 我是到此 我們今天要跟你介紹的是GFX50S 你一定以為我們要介紹50S二代 沒有想到我們竟然是介紹50S一代 為什麼我們介紹50S一代不是二代呢 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介紹一代 就這麼簡單 其實介紹50S一代或二代 其實都無關緊要 因為如果今天我們要論到中片幅的核心 也就是那一片巨大的感光元件的話 在中片幅GFX的系列下分成兩種產線 一個是50一個是100 50代表說它擁有5000萬畫素左右 100代表說它擁有1億畫素左右 而現在看得到的50S 50R 50S二代都是使用同一塊的感光元件 如果在網路上看到有些人戲稱 就是4433就是它的感光元件大小 那它是5340萬畫素 因為這是一台2017年的相機 對比到現在的相機來說 我覺得要去介紹規格 其實沒有太多東西可以介紹 帶有電子觀景窗 因為它跟50R不一樣 50R是旁軸類型 觀景窗附在旁邊比較小一點 它是額外可以獨立拆卸的電子觀景窗 拿到的時候它是分開來的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要不要裝上電子觀景窗 然後它的快門速度 最大的機械快門速度到4000分之1秒 那其他的規格大體上來說 都跟我們所熟知的複式相機差不多 包含了底片模擬的色彩 包含了它的翻轉螢幕 是跟以前所使用的XT2是一樣的 它是兩向式的翻轉螢幕 另外它的記憶卡方面 它是兩張SD卡 可以同時做雙卡的儲存 在接口的部分 它除了有一個很巨大的電池 在這個地方 它是1250mAh 然後呢 它也帶有了小型的HDMI跟USB 就是比較早期的USB的接孔 以及耳機跟麥克風的接孔 但是我相信啦 會買GFX 50s的人應該不太會用它來做錄影 我相信後面的機種可能比較會 但早期這一款那時候 大家應該是不太會用這台來做錄影的 今天在規格上面我只簡單稍微帶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台相機啊 它如果真的要去論規格的話 真的沒有什麼好說的 以操控上來說我覺得它手把很深 它其實可以握得很緊 那後面的這些自定音按鈕呢其實也算多 但最有趣的就是 雖然說它給了你很多自定音按鈕的空間可以去使用 但是呢 其實它能夠真正讓你自定音的功能其實並沒有特別的多 我幾乎沒有用到它的什麼自定音按鈕 然後大概就只有單純的操控它機身的光圈快門來做拍攝 接下來到心得的部分 你會發現這支影片其實重點都放在心得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我們要介紹一台這麼好的相機 其實你再去談規格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 如果今天我手上拿的是50s2代 那我覺得我可以跟你聊很多關於規格的部分 但因為我們今天拿到的是2017年的50s1代 這台相機呢我相信很多人在當時都有興趣 可是因為它那時候也是要20幾萬左右 有加上還有鏡頭的價格 可能加一加你配一兩顆鏡頭可能也30萬了 對於玩家來說可能相對入門的價格是貴了一點 那現在你還值不值得去購買這台的二手相機呢 因為我相信很現實就是如此殘酷的 就是當它的二代出來之後呢 我猜這一台一代的二手價格應該會變得比較低 目前手上可能還擁有這台相機的 要嘛就是你跟它很有感情帶有情懷 要嘛就是因為它二手價格可能崩跌了 你也不想要賣掉 那如果呢你想要趁這個時候去收一台50s呢 是值不值得呢 以我這一次在我們這一次剛好上了司馬縣部落 我們去做一些拍攝 那以我的心得來說我可以很直接的跟你講說 它的機身性能就是上個世代富士相機 我應該在XT4的影片裡面跟大家提過就是 我覺得在XT4出來之後呢 我深刻的感受到富士的整體性能做了一次非要性的提升 就像我手上的X100V一樣 X100V跟我過去使用的X100S幾乎是兩款外觀一模一樣 但是我覺得內在截然不同的相機 即便他們都用類似的感光元件 然後呢畫質上沒有太大的提升 可是在於對焦性能啊 在於那些底片模擬的色彩啊 在於那些你用起來的流暢度來說 我覺得富士在這幾年的確進步了非常的多 那這一台GF-X50S恰巧就是在這一波值的飛越之前的一台相機 所以以我來說 它的畫質呢基本上是毫無缺點的 我覺得即便是對比到現在的全片幅相機 因為我手上有Sony的A1這種也是高像素的相機 它們的像素其實差不多 但是在細節上我覺得中片幅能夠表現出來的畫質細節啊 我們在這次看照片的時候呢 還是可以讓我感到非常的驚豔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追求畫質 你喜歡使用相機慢慢去做拍攝 你拍攝的題材可能是偏於像風景像建築 拍攝一些比較不會移動的物體的話 我覺得這台相機到現在為止都還是非常值得去購買 如果它的二手價格很不錯的話 因為現在50S的新機是11萬嘛 所以如果你看到它的價格稍微低一點 那我覺得還是值得去購買它二手相機的 只是說你必須要花一點時間跟它去培養操控它的默契 因為它的對焦性能並沒有那麼強 而且你在使用觸控螢幕去選擇對焦點的時候 它的反應也是非常的慢 常常我會一直點不到我要的對焦點 但當然啦它有附一個搖桿給你 如果你可以稍微抓到它的節奏的話 拍攝上是一定沒有問題的 只是它的確就是一台 相對於現代高科技數位化的相機來說 它是一台稍微有點上一個時代的相機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去使用這台相機做拍攝的話 我認為就是你可以好好的 也許可以上腳架 因為它的相度也比較高 但因為它有給你很好的翻轉螢幕 先抓好畫面上的構圖 垂直線水平線抓好之後 慢慢的一張一張按快門 它的快門反應震動上也蠻大的 所以你拿起來的時候你在拍攝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它的快門臉是有在作動的 那你甚至在畫面上你可以看到它 一張照片拍完之後 它有一點點那個螢幕會掃上去的感覺 也跟拍底片的感覺有一點點的像 所以我覺得這一台在你使用上 我覺得它可以帶給你滿滿的儀式感 那因為你必須做好前處理 你必須先把你自己的參數這些東西 都調到非常的好 像這樣中片幅的相機 高ISO表現我覺得相對來說也是比較不佳的 那我覺得在800以下 我這次在看起來 我覺得800以下的畫質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在網上我就覺得可以值得考慮一下 然後可以再研究一下 但在比較低ISO的情況下 如果你降低一點快門 你利用腳架做輔助的話 我覺得它現在拿來拍風景 依然可以給你非常好的畫面 當然啦你會說 那如果我今天喜歡高像素的相機 我是不是可以去買100呢 其實我也認為 我原本是對於GFX系統 並沒有太大的興趣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體積比較大 第二個就是我在想 我是不是真的用得到重片幅的相機 甚至我也不會去考慮說 我要不要去購買可能100系列的100或100S 那在用完這台之後我認為 我現在是會有點興趣想去購買複射中片幅 因為我覺得它能夠提供給我的影像畫面 其實是非常棒的 那些拍攝人物的細節 像我這次有拍攝很多老人家 不知道是臉上皺紋 大家最喜歡看的那些細緻的部分 我覺得都表現得非常的好 那我覺得它會讓你重回了另外一種拍攝的感覺 很像你又拿了一台底片機 然後你只有少少的快門張數 你要一張一張好好的把照片拍好 當然啦檔案大小比較大 也是一個會讓你不要一下按太多快門的阻力 總之我這次在使用上我心得大概就這樣子 我覺得它到現在為止 依然是能夠提供很好畫質給你的一台相機 只是在電子的性能上面 它的確已經有點過時了 不過如果你今天拍攝的題材 比較不是偏運動或是偏活動紀錄類的話 我覺得它依然可以勝任很多的拍攝類型 但當然如果你今天拍攝的題材是比較容易跑跳的 你必須要追著你的畫面去進行拍攝的話 那這一台你可能就需要考慮一下 好那我是到此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那如果你有其他想看的相關影片 或是你想要看我們測試什麼樣的器材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剛好有遇到廠商願意借我們 或者是有觀眾願意借我們相機的話 我們可以再針對你想看的東西 我們做一集節目來分享 那最後當然別忘了有空幫我們按個讚 幫我們訂閱一下 然後也可以按個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按個小鈴鐺 我們蘇得把高鈴鐺 這件事中的影片 projectile placement Are you busy的嗎? 我想,我們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